东京奥运会结束了 接棒的陕西全运会也结束了 在这个大赛上 广东跳水队的运动员表现出色 特别是拿到了一块奥运金牌 两块全运会金牌的全红肠 和拿到两块奥运金牌 三块全运会金牌的谢思逸 在这样的背景下 全红肠在广东省队的教练和位移 也受到极大的关注度 两人是师徒幼似妇女的关系 让人纷纷点赞 在全红肠的跳水生涯中 陈华明明他进门 在进入省队后 和位移的作用更大 从很多训练画面比赛画面中 都能看到和位移教练的身影 他对全红肠很重视 还在国庆假期邀请他回家过节 在参加全游记拍摄时 和位移教练也在 每一个重要或者不重要的场合 和位移教练都在身旁守护着他 一个月连续拿到八块金牌 除了运动员可以拿到丰厚的奖励 和位移也同样如此 甚至凭借着这份成绩单 和位移已经成为了 国内最有分量的跳水教练 出色的成绩单 对于全红肠的培养和照顾 甚至不惜自掏腰包 留在北京陪伴全红肠训练 和位移的经验 耐心和执教经验 受到了很多网友的点赞 不过也有很多网友质疑 如此优秀的和位移 为何没去国家队呢 和位移的水平 能够进国家队执教吗 显然 和位移是够资格的 为什么和位移没去呢 网友众说纷纭 三小只talk 觉得可以从以下三点中分析 第一点 国家队和地方队有本质区别 从日常训练中来看 国家队成员 主要是巩固跳水运动员的水平 而地方队则是承担了 提升跳水运动员能力的任务 这样区别的原因 在于国家队成员 都是地方上的跳水名将 技术 实力 动作的规范性已经成型 参加国家队比赛 就剩一些细节微调和状态的问题 因此国家队的教练 主要是在调节运动员的心态 言语鼓励提醒一些小问题为主 和和位移这种培养基层的教练职能 有一定本质上的区别 第二点 发挥和位移指导的最大功能 从和位移指导的履历来看 身处广东这个跳水大省 让他有机会得到很多天才弟子 这是一种幸福 也是一种压力 他需要让这些人的天赋不被浪费 对于他们的细节把控更严格 比如全红禅就曾透露 和教练经常会以为什么的口吻 和他对话 也就是会时常指出他很多错误 这样认真负责 在运动员初期 可以建立注重细节的教练 不可多得 在全红禅进入省队前 只能说天赋惊人 但在广东跳水队 记忆和心态得到升华 和教练鞠躬至尾 所以 在省队明显可以发挥出他更大的功能 没有必要去国家队 在国家队而言 为了更好的推动跳水的发展 周济鸿将像和位移这样优秀的教练 留在地方 留在孩子成长最需要的地方 建立和国家队的良好输送渠道 这样也可以让更多的孩子得到培养 更多的孩子有机会进入国家队去挑战自己 第三点 何位移更愿意留在熟悉的环境中 据悉 在接受采访时 何位移教练表示 希望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和地方 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跳水好苗子 不太喜欢去太大的地方 这一点 可以看出何教练更喜欢在广东待着 从他日常中来看 也是一个不善言谈 不太适应经常抛头露面 比较居家的人 留在现在的位置上 让他过得更舒服 也是最喜欢的一种状态 总之 何位移不去国家队 会让部分人觉得遗憾 但综合多个因素来看 留在广东跳水队 确实是更明智的选择 况且广东跳水队的待遇 一直都不会让人失望 离家近一些 也能为国家发掘更多的人才 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 至于是一件事都不会让人失望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